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YouTube排名第二,这表明为搜索消费电子品类的人们提供相关视频内容的重要性。这项研究分析了谷歌在英国搜索与消费电子品类主题相关的1000个关键词的结果。 调查显示,49%的搜索来自于寻找信息的人,而不是那些打算立即购买产品的人。但据估计,如果零售网站的流量来自信息性搜索,那么他们只会吸引20%的流量,其余则来自交易性搜索。 这表明,他们的网站可能没有为寻找信息和建议的人提供足够的内容,导致参与度和潜在收入的损失。 哪些网站Google第一页上,在与消费电子产品相关的搜索中,赢得了市场份额? 哪些网站在谷歌第一页的手机相关搜索中,赢得了市场份额? Searchmetrics高级内容营销经理Steven Bench K-Pon说道,吸引信息流量到电子商务为中心的网站,是在销售漏斗顶部打造品牌知名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这将转化为最终的转化率。 这意味着电子商务的内容营销策略,应包括创建内容丰富的博客和文章,以解决什么的问题,如如何将电脑与电视无线连接,或如何设置投影仪,运营一个YouTube频道。 以一种可以理解,直接了当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也非常有效。 事实上,几乎所有99、500分号YouTube的消费电子品类搜索流量,都是信息搜索。 这意味着谷歌的算法,认识到,寻找产品信息和购买后帮助的消费者,通常通过视频内容,获得最佳服务。 该分析发现,Amazon.co.uk是最有可能出现在图片框中的网站,也是放置最多用于消费电子产品搜索的谷歌购物广告的域名,出现在所有图片框中的比例为16%,出现在所有谷歌购物框中的比例为49%。 消费电子产品搜索中,不同的SERP功能出现的频率如何? 此外,AMP显示了94的与消费电子相关主题的移动搜索结果。 AMP是Google支持的系统,可让网站创建更快的加在页面。 最初是为了帮助新闻和媒体网站创建用户友好的移动体验而引入的一些电商网站,开始采用它,以便在Google搜索中获得更多的流量,并简化移动访问者的体验。 AMP网页以多种方式显示,包括在News Carousels中和Google第一个搜索结果中的其他指定空间中,SERP功能为电商卖家提供了重要的机会来提高其在谷歌搜索第一页上的知名度。 他们通常会在结果页上突出显示,这意味着可以吸引更多的访问量。 Bench K-Punk解释道,电商网站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来帮助其页面在SERP功能中列出,包括托管和标记相关图像片和视频, 以增加出现在图片和视频框中的机会,创建相关内容和以正确的方式对其进行标记,以便在相关问题建议中进行选择。 随着大量谷歌购物广告在这些搜索中出现,出现在此处是另一种在谷歌首页引起注意的方式。